警力有限,名利无穷 花莲县警察局花莲分局举办 112年下半年守望相助寻手人员训练活动 市长魏家燕请自出席致政感谢状 感谢队员们长期以来对花莲市治安的付出与奉献 协助警方守护花莲市民的安全 花莲警分局举办112年下半年守望相助寻手人员训练活动 市长魏家燕亲自出席 他感谢巡守队员们牺牲休息时间 不只协助警方维护巡守社区安全 也提供犯证线索举发违法违规事件 预防危害发生 平常也协助社区执行招通管制 在灾害发生时更是急难救护及维持现场秩序的得力助手 这边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巡守队员 花莲有那么美好的治安 都是仰赖着我们所有的巡守队 那今天是我们下半年度的一个长讯 那真的非常感谢 那今天也特别来颁证我们的奖状 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我们巡守队员 那我们都知道 警力有限名利无穷 那也希望我们有更多更多社区的伙伴们 都可以来投入我们巡守队的一个工作 来让我们治安可以越来越好 那也希望说在警力有限的状况之下 也希望有很多的灾害 跟我们一些活动 都是仰赖着我们巡守队员的协助 那未来 我们在这边也会给我们巡守队相当大的一个支持 花莲市有12支的巡守分队 各个分队每天派员轮值守护民众安全 为嘉奖各个巡守队优异表现 花莲警分局也请魏佳燕颁发市长奖 亲自感谢大家的辛劳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